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哈尔滨为中心 铁路分为西线 东线和南线三个路段 西至满洲里 东至隋芬河 南至大连 全长2400多公里 1898年铁路正式开始动工修建 历史五年 于1903年7月正式通车运行 这条来自于一百多年前的铁路 由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修建 同时也是积贫积弱旧中国屈辱历史的见证 但它却在历史的演变中有了改变 这条铁路是如何被修建起来的 又是如何演变为一条红色之路的 1896年2月 73岁的李鸿章被清政府授与钦差头等出使大臣的偷衔 受邀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一个月后 李鸿章率领他的使团登上了一艘邮轮 从上海启程 是向圣彼得保 实际上沙皇俄国 只是李鸿章此次出行的第一站 李鸿章此次出行 共访问欧美等八个国家 历时一百九十多天 行程长达九万多公里 从留下的照片来看 李鸿章此次出访 受到了各国列强非常高的礼遇 在沙俄 沙俄陆军元帅亲举大清黄龙旗 同俄国外交大臣一起引路 在德国 81岁高龄的铁血宰相李斯麦 亲自扶着李鸿章的手臂向前走去 当李鸿章乘坐的邮轮到达美国时 美国的线队更是为其名十九响礼炮 升起大清国旗并奏起庆祝的音乐 当然各国给予李鸿章原首之礼 并非发自内心的尊重 无非是想谋取更多的在华利益 这份条约名叫中俄 御敌互相援助条约 也被称为中俄密约 在这份条约中 沙皇俄国统治者的贪婪暴露无遗 其主要内容是 中国国家隐于中国黑龙江 吉林地方接造铁路 俄方于第一款御敌时 可用第四款所开支铁路 运兵 运粮 运军械 平常无事 俄方立刻在此铁路 运过境之兵 粮 密约中所提到的铁路 被命名为大清东省铁路 即后来的中东铁路 1897年8月28日 在中俄密约签订14个月之后 清政府与沙俄 在小隋分河右岸的三岔口 举行开工典礼 一年后 中东铁路正式开始动工修建 绵延2000多公里的铁路工程 仅靠一个地区的人口 根本无法满足 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 中东铁路工程局 有个副总工程师 这个人叫伊格纳奇乌斯 他带着人马 亲自到上海和烟台等地去招工 最后参与中东铁路建设的 中国劳工达到了17万人 大部分劳工都是这个期间 从上海烟台这一点招工 随着大批工人的到来 工人们住在哪里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照片中的这些住宅精美而豪华 高大的砖房可抵御严寒和酷暑 有的住宅甚至配备了凉亭和酒窖 但是这些豪华而舒适的职工住宅 仅仅属于俄方的管理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及家属 中国的工人们并没有稳定的居所 铁路修到哪里 就在附近荒草野地里 临时搭起原刺行帆布帐篷 帐篷里阴暗潮湿 银虫泛滥 这个工行甚至连遮风挡雨都踏不到 他们面临着自然的虎蛇虫营的叮咬 自然环境的恶劣 工人们有的甚至连骑马的衣服都没有 有的冬天甚至穿着夏天的补丁衣服 有的工人实在没有穿着了 用沙额修建铁路时用的草盖装着衣服 有的把水泥袋子 老百姓叫杨灰袋子 缝制一下皮带身 这就是我们说的杨灰袋子衣服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施工人员经过五年的努力 铁路的部分路段开始试验通车 由于需要更多的劳动力 沙额方多次到中国各地进行招工 随着工人数量不断增加 原本拥挤不堪的居住环境更加恶劣 卫生状况可想而至 随着炎热夏季的到来 一种致命的传染病蔓延开来 1902年6月 在当时位于哈尔滨火车站前的 中东铁路中央医院里 不断有人因祸乱而丧命 疫情沿着正在建设之中的铁路线 迅速蔓延 这是当时埋葬病死的人们的场面 哈尔滨的棺材铺也变得应接不暇 虽然疫情在四个月之后得到控制 但这场疫情共造成中国人死亡1945人 俄国人死亡695人 这些来自他乡的铁路工人 在踏上离家之路时 并无从知晓 脚下这条铁路的未来会是怎样 更不会想到他们的生命 会如此仓促地在这条铁路上画上据点 对于刚刚经历了疫情的工人们来说 能有个安身之所 已成为他们的迫切需求 1903年东北大地领东将至 这一天沙俄东城铁路大总管的办公室 传来一声声控诉 我们要享受人的待遇 我们要房子住 面对工人们的愤怒 俄方管理者装出一脸的同情 信誓旦旦地向工人们承诺道 诸位先回去干活 大家的要求 我一定向霍尔瓦特局长承报 你们回去听好消息吧 但几天过后 俄方并没有给出具体答复 依旧在利用画术反复搪塞工人们 忍无可忍的工人们最终拿着棍棒 找到沙俄管理方对质 如果不给我们房子住 我们就罢工 当时中国工人的工作效率 还有他们的能力 也都是被俄方所非常接受的 他们意识到原来如果他们团结起来 是有力量的 当他们团结起来 共同地向俄方提出要求的时候 俄方由于必须要使用 这些中国工人来工作 那么当时也不得不 做出一定的让步 迫于压力 工厂最终用一些废料 搭成一些人字型的窝棚 窝棚一共有36个 因此被称作三十六棚 这样的窝棚比帐篷好一些 但依旧十分简陋 在一本名为三十六棚的书中 曾这样描述 雨季来到了哈尔滨 荒草垫子上 到处是水坑 一群群在工厂里 劳动了一天的工人 踏着自己踩出来的泥泞小路 冒着寒风秋雨 回到了住处布棚子里 棚子里什么也没有 迎接他们的只是阴暗 潮湿和寒冷 1903年7月14日 中东铁路全线通车营业 两年后的1905年 风起云涌的革命与罢工运动 席卷沙额 爆发了十月全国组罢工 由于中东铁路直达沙额 交通的便利性 使得革命的讯息 迅速传递到中东铁路沿线 当时是中东铁路 是霍尔瓦特以他为代表的 中东铁路这些管理层 他们对他们是集团仇视的 那么工艺基金是支持的 我们中国工艺基金也在这方面 给他们非常不仅是声援 而且非常实在的支持 正是因为沙额管理层 他们的残酷的盘剥 所以就让我们的铁路修建的工人 和沙额底层的技术人员 能够有了密切的接触和联络 他们共同来敌应 沙额铁路管理者 剥削和压榨 1905年11月24日 中东铁路总工厂的中俄工人 放下了手中的工具 关闭了机器 熄灭了机车的炉火 一起走出了工厂举行罢工 三天后铁路局办公大楼 一楼商务处突然发生大火 将这场工人罢工运动推向高潮 12月7日 铁路工厂成立了特别罢工委员会 决定从当晚起举行全路大罢工 工人们喊出了 反对工厂实行军管 反对军警驻厂监视工人 反对强迫工人加班加点等口号 但铁路当局的管理者 并未理会工人们的要求 第二天 中东铁路全线停运 半个月后 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大楼 再次试火 这次试火之后 仅隔两周 火灾再次降临 几个月内多次被烧 不仅成为哈尔滨家喻户晓的新闻 同时也震动了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多次电令 当时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 霍尔瓦特 迅速查明失火的原因 其实霍尔瓦特心里明白 是工人们放的火 可是谁是送火犯的 明查案法全无线索 可又怕得罪沙皇 于是霍尔瓦特 只能在报告中含糊其词 根据地方侦察机关的看法 头两次失火的原因是 一般的不慎和偶然发生的事故 第三四次失火的原因是 明显的定期的一贯的放火 是按计划和由组织进行的事件 但是究竟是什么人放的火 地方侦察机关不能破案 因此最好是从圣彼得堡派来干练的侦察家 进行破案 不久后圣彼得堡派到哈尔滨的一个侦察小组 对失火案进行了调查 但是也一样无果而终 无奈之下 霍尔瓦特不得不派人和工人代表进行谈判 中俄工人轻信了沙俄铁路管理者的承诺 使得1905年的这次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次历时一个半月的罢工虽然以失败收场 但却是哈尔滨茶叶工人队伍形成的一个标志 是权益意识的崛起 并逐渐进入国际工人运动的洪流之中 1907年春天 铁路总工厂里的一些中国工人 偶然间从俄国工友那里了解到了 一个从未听过的节日 五一劳动节 这让他们大为震撼 此前他们从不知道 劳动者居然还有属于自己的节日 于是中俄两国的工人商量 一起来庆祝这个五一劳动节 1907年5月14日 俄历5月1日 与往常一样 总工厂的汽笛开始冥想 但听到开工的汽笛声后 两千多名工人并未开始工作 而是齐刷刷地向松花江边走去 与此同时 哈尔滨机车库工人 面粉厂工人 码头工人也陆续赶到江边 向江对岸驶去 陆江是靠什么渡的呢 靠中国工人的山板船 就坐这个中国工人的划船 划到了我们当时 当时事实上是一个江心岛 这里就是当时工人们 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地方太阳岛 一百多年前 数千名工人聚集在这里 倾听工人代表的慷慨发言 工人们也纷纷控诉 被压榨 被剥削的苦难 当年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 中国工人很多情况下是听俄国的 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社会民主党被号召和动员起来的 也就是说中国工人 在哈尔滨的中国工人 中国的铁路工人 比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联军主义 在这个活动当中 他们喊出了特别先进的一个口号 比如说五一劫万岁 然后劳工神圣 他们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这个可以想象一下 在1907年清政府末期的时候 在中国大地上 能够知道五一劫的人肯定是有 但是很少 而在中国哈尔滨就已经有工人 自发地组织起来来庆祝劳工运动 我想这个肯定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 很浓墨正彩的一笔 1917年2月 沙俄政权被推翻 哈尔滨的中俄工人在欢呼声中决定 再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这时距离他们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 已过去十个年头 当时远东报对这次纪念活动 进行了详细报道 并在配发的评论写道 36鹏华工亦与俄国工党连为一器 全球各国凡不为人奴隶者 未必不及表赞同 故中华民国之工人 亦愿与俄人结为一体 力量世界大同之日将不远已 中国工人在这次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阶级觉悟和团结有爱精神 得到了俄方工友的尊敬 一位在中东铁路工厂工作的俄国工人 布尔巴在战友的信中回忆道 1917年至1926年间 我们和中国工人并肩工作 团结的紧密 生活的友谊和谐 他们在工厂里的工薪收入比我们少得多 但是代表团却当场 把在各车间募集的数百元钱 交给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主席团 作为对俄国革命的支援 五个月后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中东铁路成为新思想 进入中国最早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因为莫斯科发生的这个十月革命 或者是他们接受的进步思想 就是沿着这个中东铁路 很快的 比较快的速度 就进入了这个哈尔滨 然后咱那以哈尔滨为中心 像西线 东线 以及南线 就开始在工人当进行传播 铁路是经济 文化 思想传播的重要纽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吕俄华工 沿着中东铁路 带来了许多进步俄文报纸和刊物 而处于中东铁路中心枢纽站的哈尔滨 置身其中得风气之先 逐渐成为最早接触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城市之一 而在这里的一所学校 则成为当时传播红色思想的 一个重要驿站 1918年正月十五元宵节 哈尔滨冰天雪地寒风刺骨 但欢庆节日的鞭炮声 给这个寒冬增添了一丝暖意 一个身着长衫的年轻人 手里提着浆糊桶 坐在他肩膀上的一个小女孩手持长刷 在沿街的树干上张贴的什么 这个年轻人名叫邓杰民 他和女儿沿街张贴的 是一所名为东华学校的招生广告 邓杰民毕业于南开大学 也曾到日本留学 1917年6月 留学归来的邓杰民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哈尔滨 他决心在这里建设一个东北的南开大学 对于自己的这个理想 邓杰民起初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直到得到了一位挚友的鼓励 这是位于哈尔滨道外区的邓杰民故居 1917年夏天 邓杰民在家里迎来了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 也是南开校友周恩来 时隔多年后相见 两人十分激动 邓杰民也将自己想办学校的想法 告诉了周恩来 邓杰民提望 就是当时古老衰朽的中国 能够通过教育得到一次革命的 同时他也当时认为教育可以救国 也就是他秉承了教育救国的这样的理念 来挽救一个当时衰老的中国 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年轻人 加以很好的教育 希望通过他能够为这个国家的发展 贡献新鲜的血液 邓杰民的想法获得了周恩来的散同 随后两人一起讨论了 关于建校如何筹集办学经费 租赁校舍 办学宗旨等相关问题 这两个年轻人怀揣梦想 他们愿中华腾飞世界 愿中华傲立东方 这是家国乱世之中 两个青年心中流淌的信念 1918年4月1日 东华学校在哈尔滨道外区正式落成 邓杰民任校长 东华学校实际上当时跟中东铁路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为实际上东华学校的学生 有很多都要在中东铁路上寻找职务 在东华学校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很多这些毕业生们 很多他们在校的学生们 也把到工人中间去 到工人中间去办夜校 变成了自己的重要的职责 就这样的话 在东华学校的教育救国思想 也被转移到了中东铁路上 东华学校成立后 一些富俄的共产主义者 途经哈尔滨时 常常会到东华学校住宿 或求助于邓杰民 不知不觉中 东华学校成为这些富俄人员的落脚处 同时也成为哈尔滨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之一 这里是哈尔滨的第一松花江大桥 作为中东铁路的一部分 助力百年 见证了那一历史时期的风云变迁 中东铁路是沙皇俄国 侵略中国的工具 是它企图侵占满洲 争霸亚太地区的这么一个工具 它利用中东铁路这么一个工具 把中国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沿线 变成了一个在中国境内的 一个国中之国 这是它一个危害性 从另一方面说 中东铁路它又不自觉地 成为一个西方文化 西方科学技术 传入中国东北 甚至是传入中国的这么一个工具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所谓近代中国革命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它的影响也迅速波及到中东铁路 从五月到七月间 中东铁路工人先后举行了两次大罢工 哈尔滨两千多名中国工人 在三十六棚集会 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 实行全面罢工的响亮口号 它是五四时期 哈尔滨开展反地斗争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 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 即将迎来一个觉醒的年代 而中东铁路 也即将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